Hello 所有的小伙伴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涵的遊戲視頻裡面 來看我們今天的這期視頻 今天我們要去我們其他的 小夥伴的生存裡面去看 大家的生存 大家進去之前呢可以先告訴 一涵說你在這個生存裡面玩了多少天 好嗎 然後我們就可以 看一下相應的這個生存的天數 和你們建築出來的東西 是什麼樣子的好不好 哎呀 六天的生存 最近呢 這個房屋還是用 非常原始的這個 果木來建就是挖了 這邊是你的礦洞嗎 可能是 埋上來了 然後這邊呢有一些工具箱啊 熔煉爐啊 櫃子什麼的 然後呢再弄了一張床在這裡 這是六天的生存 還是比較簡單 小小玉琴 這也是經常在我們直播間做客的一位小夥伴 唉呦 一生存就這麼高 遇下了就摔我 這是一個客房嗎 因為人家比較簡單就只有一張床 哎呀哈囉哈囉你好 我們的主人在家喔 最喜歡這種主人在家的 它劃分了很多不同的區域去種植不同的花 還用這個牌在上面標註了 它種的是什麼花 啊45天啊 厲害喔45天這樣子 然後上面還都架空了一個 這個小箱子 應該是來存放 癢癢玉琴這邊 欸喔這邊進去啊 哇你這藏得很深啊 喔這個動物的養殖 養殖場就在這邊 家在後面 喔家在這裡啊 唉呦厲害喔你看 它用學擋起來 像屏風一樣 這就是你家了 喔這邊是你放東西的地方吧 你看這麼多的保險櫃 對 樓下吧你自己的房間也在樓下 對吧這才是你家 對 喔上面那應該是客房 這才是你自己睡覺的地方 對吧 有四張床 這是跟你小閨蜜什麼的一起睡的嗎 OK 嗯好的 這邊還在放了一些工具箱什麼的 OK這就是你的生存了 對嗎 生存了45天 我覺得東西還是蠻多的 是這位 房主是不是又沒在啊 房主老是不在家的 你看老是讓我私床 你們自己的這個 住宅這樣不好啊 等一下找到有人報警說 我私床民宅就不好 是吧 這個同樣是 種植還有養殖的地方 種植物還有養殖這些 動物的地方 這是一個養殖場 哎呀很多小雞喔 OK我們這邊看一下 哎唷壞人來了我沒有血給你跑吧 上面應該是他的家 這是第二層 我們剛才生存就在第二層吧 第二層它是用來放一些工具箱 還有熔煉爐 那我們繼續上去看一下 上面應該是家吧 是嗎 還是是 這上面呢 這上面同樣 哇 這上面拿到就是你的家了嗎 你的露天 露天的一個家耶 這個家它有幾層兩層 這是你的樹屋 也是樹屋也是 在這個樹上 在樹的這個基礎建造出來的 謝謝一苦思田的漂亮 請給我去寫 對然後這邊有兩張床還有蛋糕 我吃兩口行嗎 我餓耶 欸不會我寫滿了 然後這邊換好多熔煉爐啊 它這個是 呃 這個睡覺就是一個休息 住宅與工廠 合二為一的一個作坊 我們現在需要礦洞喵一眼好嗎 對在礦洞這邊 還有一個工具箱 OK 這邊還要再下去喔 哎呀 還要再下去 哇好深喔 中間也放了一個熔煉爐和工具箱 這邊估計原來 欸這邊有兩條礦洞 我們要走這條吧 那條沒有 我們下去看一下 中間都有擺一些東西 就是 呃有挖一些可以到時候放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樣的布局挺好的 直接給你的建立 提交 OK